今年是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60周年 郭兴福教学法是上世纪60年代 陆军某部副连长郭兴福 在单兵进攻训练上创立的一套练兵方法 其精神实质是思想红 训练活 军事技术过硬 细化各项训练指标以及贴近实战 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 也带动了全军军事训练 催生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 那么60年过去了 新时代郭兴福式教学法 是怎样传承和发展的呢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这里是陆军第72集团军谋旅训练场 几十年前郭兴福就是在这里 带领战士们进行军事训练的 此刻在这个训练场上 正在进行多课目的教学训练和研讨 其中有对组协同射击 防无人机洗扰 地对空雷达干扰等内容 防无人机洗扰是训练大纲中的新增内容 在现代战场中 无人机已成为单兵作战中 躲不开绕不过的心形威胁 科目设置利用自杀式穿越机 和投弹机模拟战场环境 锻炼战士们对无人机的反制打击能力 教练组和我们的授训对象 在一起共同来探讨 到底我们发现无人机后 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利用现有地形隐蔽 散弹枪打击 不忘将捕捉等方式 对无人机进行反制 是官兵们共同讨论出的方法 不但体现了 国兴服教学法中的活学活用 还在军事训练中 让战士们自己去思考 通过训练我们发现 捕网枪对无人机进行捕捉时 射程较短 容易对我们单兵造成威胁 所以我们在研究 如何把捕网枪的射程加大 来确保我们安全 现在正在研究 如何使用AI智能操控 对无人机进行追踪撞击 让战士们自己去思考 可以更有效地提高作战能力 在特战队员的行进间射击训练中 利用模拟射击系统 可以更精准地了解到各项数据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 知道我们在鞠枪过程中的握把力 拖枪力 用力的大小 你根据上面数据显示 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鞠枪动作 这样就达到一个有效鞠枪 人枪合一 在实战当中 特战队员更多的是要在运动过程中 对敌进行射击 训练中他们利用晋升器材中的BOSS半球 和自制晃动平台 模拟战场环境进行训练 因为在车辆上是被动的晃动身体 所以就是一步步升级 刚开始的那几个版本可能还没有很晃 然后我们就这加根弹簧 那减根柱子一步步研究出来了 聚焦使命任务 坚持手中创新 在传承精神的同时 强化科技赋能 创新方法手段 为国幸福教学法 注入新的时代内涵